然后给这边一个特写,一个电源,然后到这边一体系,然后是电源的正极,负极,正极负极,然后这边S1还是32还是3,这边是窗口,TX2XGND,然后再到这边,连到笔记本上面,看到了,然后现在我们把笔记本打开。 然后再找到这个S3W1网网转件,然后找到他,送机打开,先点这个,先找网网,找网网之后,然后在这里再选择,选中, 好,现在我们开始设置速度,设置为6000PPS,然后,等我再转,然后再设置位移,12万网网, 然后保存,然后再设置,12万网网,然后下降延设置为正转,上升延停止,然后这个设置为反转。 然后点击保存成功,然后点SC0,01,02,03,然后再点这个,现在电机已经开始转。 现在呢,就开始,A,G,这条线是A,G,然后这条是S1,然后搭上去,可以看到,应该是20秒,20秒再看一下这边,4到1吧。 好,20秒停止,然后再换另外一条,S2,放在一方面,S2,然后进机再转。 然后再看这边速度,每个速度,好,是负的6000。 好,停止,现在我们再设定一下,把这个S1关掉。 然后这边拔掉。 现在就,现在只连通一个电源,然后还是,A,G,S1,然后出发。 那这个S1,S1出发。 大概20秒钟。 然后松开。 然后这个是S2,速度相反。 大功告成相当于。 可以了? 可以。 好。